音樂競技節目《演鬥廳》 每集嘉賓上去又改編 又玩即興創作 可以說是搞盡老集 所以為了不要令他們的佳座付諸流水 節目組特地搞了個演鬥廳金曲榜 還分為老座 以及老番金曲榜 讓網民投票 在第十集 即是我們今季的季尾 我們就會有一個 我們小小的頒獎兼 有些新的競技 這個頒獎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全季 我們的老座金曲 即是我們作出來的 以及老番金曲 即是我們改編的 將會在網上 給大家用點擊和點讚去投票 其實這個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文選的 這個老番和老座金曲 是完全我們左右不了的 我們自己都有我們的選擇 那些是另外一些金曲 但你們可以將你們的偶像 推上我們第十集 就是靠你了 有份參與演繹作品的演鬥樂隊 分別都有自己的心水 我是選了 Ghost Style的柳伯 這是老番金曲 因為我真的覺得 Ghost Style的Rap是很強的 他預備那段Rap 是提升了整個歌和節目 甚至我選擇 吃完就閃 我覺得Jonathan的Chorus 太棒了 加上嘉燕姐的加持 Dr.X這麼大膽 調戲嘉燕姐 我欣賞她的勇氣 他寫一個Rap的時候 他不知道嘉燕姐會過來做評判 我知道 然後他 臨Rap的時候 咦? 嘉燕姐會在這裡嗎? 應該會有另一個Version 如果贏了 可能會有另一個版本 可以聽 我非常喜歡Daniel彈 李香蘭 是球音太 author 這個Groove非常有心刻 我最喜歡的是 戴里馬加斯 加入了一些 其他不同的國家元素 我一看一看就知道 是外族人的事 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覺得 我很有感受 節目拍攝 說這麼快已經進入尾聲 演鬥樂隊伍都說 音樂肇藝增長不少 發掘到自己很多anged一面 因為其實Jonathan剛找我上來這個show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你上來打一下鼓就行了 但到最後是發覺不是 有很多人是 又會要rap,freestyle 這個節目裡面 他是不斷讓我知道 其實你可以在很短時間裡面 去拿一些靈感去寫歌 那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裡在座各位都是不斷突破 做了很多自己本身不敢嘗試的事情 不過我對彈bass的lock out來說 最大的得著竟然是外觀上面 我瘦了17磅 為什麼要瘦這麼多 因為每一集Justina 就是SanSan我們最高的 第一集開始已經說 你不敢這樣不行 他們上鏡會很胖 然後每一晚我發夢都開始想起這句 所以我就開始得起心光真的減了 但減到真的有成效的時候 其實已經第十集了 所以我希望公司可以開到第二季 或者第三季 就會繼續我越來越瘦了